日前 印度国防部宣布 一枚国产普拉雷弹道导弹成功试射 印度媒体报道称 普拉雷地对地导弹是一种固体燃料导弹 采用了多项新技术 可机动发射 最大射程达500公里 未来将取代大地系列进程弹道导弹 报道提到 就在普拉雷导弹的两次试射前 印度还成功试射了一款可携带核弹头的新一代弹道导弹 最大射程可达2000公里 这款导弹不仅有更精确的打击能力 还不容易被拦截 实际上 近段时间以来 印度进行了密集的新型导弹武器试射 一枚统计 12月 印度试射的新型导弹和火箭弹多达7种 与此同时 印度国防部长辛格公开宣称 印度必须立即研发高超音速巡航导弹 以应对敌人保持最低限度的可靠威慑